各位乡亲大家好 我们继续前几天的话题 先请大家看一看这幅图片 这是在华盛顿的航空博物馆 航空航天博物馆的 因为这个又挂了有一艘 在它的穹顶上悬挂了一艘 叫太空船一号 这个飞船2004年首飞的 但它很有意思 它是在其实冲出大气层了 但是它达到距地球100公里这个轨道 毕竟它是可以重复使用 但是它跟那个什么 跟美国的航天飞机还是有区别 因为航天飞机呢 它是一个国家的工程 它当然也可以飞到这个深太空 但这个飞机呢 相对于来讲就是 它是民间的 并且也不是公司的 也不是政府机构的 它是民间的这个研发的 这也是历史上的首次的 就是它可以重复使用的 真正具备了飞到太空去的这样的飞机 所以它还是很有意义的 大家记住这个 但记住这个弦号 用这种飞机呢 它是工程 它不是那种我们叫大陆货 就是量产的 它基本上就是这个首搜 但一般的可能不会要求 它编这么 这么结实 它是比较这么正规的这个弦号 大家记住它的这个弦号 就像车牌号一样 叫N38KF 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引导我们的这个进 我们今天这个讲述的一个符号 算了一个引路石 大家记住了 N38KF 你记不住个字母的话 想记住这个38 英文网上我们都是这个 这是在华盛顿的史密森 史密森松森博物馆 它知道这个几户世界最大的博物馆了 它的背景是非常神秘 非常雄厚的 这个是相当于美国国家的一个博物馆 就是它的国家资助的 但它那个很多这个神秘的传说呀 你像写达文奇密码的这个丹布朗 写那个华盛顿 那个叫华盛顿那个建筑符号的 叫叫消失的秘符 它就是以这个 以华盛顿 但它 你看那个丹布朗 它那个书啊 就直接就写 感谢这个史密斯这个松森博物馆 感谢他 然后呢 你看那个博物馆什么奇妙夜呀 包括很多电影啊 都会涉及到 这个神秘的博物馆 这个博物馆据说 因为我去过一次啊 就是这个 它有东方 东方 东方珍宝馆啊 就东方文物的 那里边绝对的是 像中国 很多中国的这个 这个文物啊 宝贵都在它那儿啊 但是相对来讲 它们也保存下来了啊 如果在中国的话 基本上就没了啊 这个是在 就是也是在 另外一面看它啊 大家看 还注意一下 这个贤号 这个飞船呢 奇怪的样式啊 太空它还不叫飞机 这些奇怪的这个样式啊 这就 比较有意思了啊 这是在谷歌公司的总部 在旧金山 它那个总部 这个 也挂着这样一搜 也是同样的贤号 同样的这个样式啊 就也就是这个飞机 这个飞机也跟谷歌呢 没有太多关系 其实明着看呢 也没有谷歌的 介入啊 谷歌可能也没有出钱 但是它就挂在它这儿 它的谷歌总部的这个接待大厅 在穷顶上挂着这样一个 为什么说到这儿就跟大家讲 像这些呢 都是一种符号啊 因为这个像谷歌公司啊 包括苹果公司啊 包括很多这个我们叫大机构 因为今天时间关系 我们不讲太多 我们就就讲谷歌吧 因为谷歌跟咱们这个翻墙出来的朋友 有很密切的关系 因为大家知道谷歌这个油箱啊 包括估计这个油管啊 这这些都都很好用啊 有安全有可靠 并且谷歌公司的这个 他们这个老板呢 他们坚持这个理念呢 就是叫不作恶 所以他们不肯配合中共政府 不肯配合他们 就宁肯放弃中国市场 就撤出了 当然投了很多钱都全虾米了 但是我们起码对谷歌公司 有一些敬佩啊 有一些敬佩 就是他也就是说 谷歌公司他背后 我们都知道像微软啊什么的 也未必都是说 完全凭的能力啊 或凭的技术啊 他打开这个市场 或者取得这样 今天的这样的成果 他有很多种传言啊 说他们跟背后 跟美国国家安全局啊 我们CIA啊 甚至更神秘的那些机构 有这种丝丝捋捋的这个关系 说不清道明的关系 这个呢就相当于 我今天也告诞 这个就相当于他的一个符号 从我们今天就引导大家 从这个符号啊 这个N38KF啊 就记住这个 先记住这个38 我们往下讲 这个飞船呢 但它来源叫X啊 一个太空飞行大奖啊 就这个简称叫X奖 就是1996年5月啊 有一个老老板 就企业家 阿诺斯安萨里啊 他创立的 创立这样飞行大奖 用一奖给谁呢 他奖金是1000万美元 给那个第一个 制造出来一个飞船啊 他在两周内可以重复 发射两次 可重复使用 进入太空的 就制作这样的一个飞船 那个飞政府组织 他的目的呢 就是推动地成本的太空航行 这是他明面上的这个说法 大家记住这个X大奖 X代表未知数也代表什么 这个X呢 其实是世界 几乎是世界 非常顶级的一个秘密了啊 我们将来陆陆续 都会给大家解开 为什么叫X X我家的美国电影 电美剧啊 有XX大奖 X大奖 你在这看过电视剧 一开头就是 直51区吧 因为我带51区 50区那里边啊 有一个巨大的X型标志 他用他用那种飞机跑道 组成的X标 但那个跑道是不能 就是一个不能实用的跑道 就是一个符号 就X在哪呢 在51区 这个我们刚才看到这个飞船啊 就是2004年10月4号发射的 为什么他这天发射呢 因为这天呢 是这个苏联 人人历史上第一颗 人造卫星 就是这个斯普特尼克号 一号发射47周年 大家记住 47这个数 47这个数 他非常的 非常的有意义 非常的有意义 47周年 这边就10月4 就是这个 等于说这个 伯特鲁 伯特鲁呢 他这个设计的 就刚才我们看的这个飞船呢 他满足了 这个X大奖的 这些要求 重复发射 然后呢 并且他有一个很严格的技术指标 我们不在这说了 就是但是 这个大奖 X大奖就授予他 大家记住 X大奖 最后中奖的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这个飞船 N38KF 太空飞船一号 这个大奖进了 给奖给了1000万 但是这个研发这个船呢 干掉了超过1亿美元 超过1亿美元 就微软那个创始人 保罗艾伦也给予了资助 这是苹果的总部 就像我们说 这个苹果 这是个苹果吗 但是它是圆满的 它没有缺那个口 大家可能不会不要 一般还是会以为 就是说这些高科技公司 像苹果呀 谷歌呀 这些公司 包括像这个 像我们这个比较风行的 我们讲过列宁9号的特斯拉 这个马斯克 他们都是 他们是 他们是不限这个 不限那个的 他们因为他们科学在手 科学界的大拿 他们什么都不信 我今天我告诉大家 还不是那么回事 远远不是那么回事 你越是科技大头 越科技见证的那个顶点 你会发现 那个未知领域 那个未知领域 还真是超越人类水平的 这就是谷歌公司 那个太空船 那个入口罩 大家看一下 还是记住这个 记住这个弦号 记住这个特殊的造型 它特殊的功能 人类太空飞行 冲出太空 然后还回来 还降落 还重复使用 X328 记住这些 这是在华盛顿 那个博物馆的 我不知道它哪个 哪个是 都是复制品呢 还是都是都是这个 或者说有一个是复制品 但我这个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这个华盛顿这个应该是 它也未必就是那个 那个原型机啊 但大家记住 华盛顿这个博物馆 航空航空航空博物馆 你看这个人类的飞行器 在那 你们都第一次飞行器 在那都可以找着 包括阿波罗 阿波罗那个飞船啊什么的 包括这航天飞机 都可以找着 但是我今天要求大家的 记住这个弦号 这个弦号就是 就人类走向太空 和从太空 往返于太空之间的 这个就是这个数 就是这个数 N38KF 但就我们说38了 我们今天就38 就是引导师了 引导大家 这是CIA 可能这个眼见同志 全都认得 全都 相信们 全都认得 这是CIA 世界 算是最有名的 这个情报机构 美国中央情报局 他们有一句 叫非正式格言 他就什么意思 他就说你们必认识真理 真理必是你们得自由 就这 这张 这个就格言什么 格言 就是机构的最高的宗旨 和他的使命 对他使命的阐述 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 这个谷歌这么高科技的企业 他呢挂着一个 进门的地方挂这样一个飞船 就是这个 以这样的弦号 大家这就是有形有树的 有形有树 你看这个 这是一个鸟 是能飞的吗 然后下边是什么 这叫星光符 叫太空星光符 星光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这个样子 大家记住 它这个来源于这个圣经 约翰福音的八章三十二节 记住啊 这是在中央情报局 进门大厅 那个地面上 那个标志 大家还一样记住 但是我今天 我这个把它换了个字 因为这个真理呢 在英文里 真理也有真相的意思 就真相就是真理 大家看到的 所以我把它重复了一下 你们必认识真相 真相必是你们得自由 八章三十二节 约翰福音的 我们在讲 今天都是在三十八 都在讲三十八 我们中国 我们也说过多少次了 我这个节目 一直一直在讲 就是天相 就是天道 我们物的道 大道就是天道 天道 就是天相 这个天相 按中国的这个 这个这个分野方式啊 就研究星空的 天文学的这个方式 叫什么吧 天上的星星啊 分作三元二十八九 一共两百八十三个星关 大家记住 这两就两个三二八 都都出来了 就三元二十八九 就是叫紫微元 太微元 天势元 然后二十八九 就是全天都有了 就是一共二百八十三个星关 就它星关 就是中国古代 对恒星分组的一种方式啊 它的名称 通常源于对星群排列的特征的联想 那就这个 这个我们说天相 它它像什么 它叫我们说猎狐座 我给大家讲过 这猎狐座就是神的本相 就是它星座之王 就是神的本相 也是人的本相 它是有武器的 它是至高的 它是主持公义的 它也不成为星座之王 就是它就 它就是 它就像人 它就像人 就是神嘛 但是相较于现在天文学的星座 星关的各自范围较小 因为星关的比一个星座呢 它的星数啊 没有这么多 但是它也更小 所以它为什么 它是因为它 它是又围绕着这个 二十八宿等于按月亮的轨道啊 我们叫叫叫叫白道啊 叫叫黄道白道啊 黄道是那个太阳那个黄道 白道就是这个月亮的啊 它就把每天呢 越南经过一个星区 把这个对应的星区叫做一宿 就说叫二十八宿 二十八宿 叫宿舍的宿 也就是中国呢 就是我们就是 这基本的 我们说 说以中文 中国文化里啊 我们叫华县文化里 记住这个 说到天道 就是三元二十八宿 两百八十三个星关 也就是三十八之数 这就显示出来的数 二十八宿呢 它包括府官 或复读这个座星在内的 共有星一百八十二颗 大家记住啊 唐代天文学家李淳峰 就是写推背图的 这个推背图就是 推背图根本的 这个模板是什么 就是天下 就是星图 就是这个三元二十八宿 李淳峰呢 就把它 重新做了个编排 就是这个 这个总星数 这个星数增加到 一百八十三颗 这个我给大家做了个数啊 大家记住啊 这就是什么叫巧合呢 我们讲说什么叫巧呢 叫天作之合 它叫巧 三元二十八九 二百二百八十三个星关 一共是一千四百六十四颗星 看没有 这边是三元 紫微元 太微元和天势元 分别有76个星关 三元是多少 三元紫微元 大家知道 这北斗星啊 天势 但是什么叫紫微 红龙梦里 这个护官服里 薛家叫什么 他祖先叫紫微舍人 为什么他叫紫微舍人 为什么薛宝钗嫁给了宝玉的呢 宝玉就是相当紫微元 紫微星 叫帝王星 叫紫微星 就是薛宝钗呢 叫紫微舍 他就能住到 贾宝玉的屋里 我们叫屋里人 把老婆叫做屋里人 内人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三元多少个星关 多少个 76个星关 星数多少呢 328 记住这个38 然后呢 28宿是多少呢 28宿看到没有 我跟大家合计一下 207个星关 1136颗星 总共 下边来个总计 来个总计 总计300 283 我下边是搞错了 283 大家大家不要被我误导了 记住啊 就是283 这个是顺序问题 283个星关 加上多少 加上 加上这个 1464颗星 你见数你就加一加 就就就就只当玩 出来什么数呢 17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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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概念呢 1747 我给大家讲过了吗 7741 耶稣 耶稣是家谱 77代和41代 然后呢 基督教这个基督 他这个字母 这个数啊 这个英文 这个字母数 组成基督这个词 它是分别 它的值是77 综合数是41 也是对应奎刚星 我最早这期节目 可能一开始就讲奎刚星 奎刚星就是代表 174就代表耿臣 这个和这个耿旭 耿臣耿旭 17是耿臣啊 47是耿旭 大家记录这个47 这个数 耿旭这个数非常重要 啊 就711 711呢 也就是我跟大家讲过 可能上期刚讲过的啊 就是这个创世纪的七章 十一节 就是 就是挪亚啊 挪亚这个六百岁 然后圣经 第一个有月有日的准确的日期 就登方舟那个日期 记住啊 登方舟的日期 2月17号 这是711 7章11节定的啊 就是耿旭 就是711啊 然后呢 给大家今天特意讲一下 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啊 华盛顿他的这个成功啊 他就是因为他有一个庞大的秘密组织 有个情报网啊 就是这个共激会的情报网 他呢 每个人有个代号 黄盛顿的代号就是呢 711 大家记住711什么含义啊 非常的关键 又来个三十八 冬月大帝的诞辰 三月二十八 这个可能 很多朋友可能要 不因为太清楚啊 因为管地狱的 管复生的 管人的这个 这个福寿啊 管这些这个 就是这个冬月大帝 就是泰山山神 冬月大帝 我们叫五月一 其实以东 叫四方啊 以东为上啊 你像 你像这个什么 像共激会呢 他这个 比方开会啊 他是围成一个东南西 围成一个正方系四方 但是以东为上 东边这个叫 叫东尊 他以他为上 就是冬月大帝 冬月大帝 也比方管复生的 就是你说 孙空去造反啊 去这个 跑到这个 地域去 地府去造反 搞十殿阳王 十殿阳王 都归这个 冬月大帝管啊 他是不真正管复生的啊 你像这个 刘孟梅杜丽娘啊 复生还就沾着人家 冬月大帝的光 因为他管这个的 这也没办法 就是这样 三二八 这个冬月大帝呢 又成为泰山神 但是有很多这个说法啊 我们今天不在这 说太多了 就冬月 冬月大帝管什么 管世界一切生物 植物 动物和人 的出生大权 当我讲过这圣基创世纪 造人 上帝造人 让他管植物 管动物了没有啊 他记住没有 管一切的啊 管这个活物 管活物 他是历代帝王 寿命以天 治理天下的保护神 在中国最古老的 印阳五行学说中啊 泰山位居东方 是太阳升起的地方 以为他万物发祥之力 因此泰山山神啊 具有主生 主死的重要智能 我说主生主 怎么知道 叫南斗主生 北斗主死啊 为主生先主死 北斗子维星啊 就是这个 所以东西大地下 管什么 管新旧相待 替换呀 世代交替啊 俘虏观之 贵贱高下 生死之期 鬼魂之统 你反正想想吧 活物的事都给他管了 不管你活着 享福 还是死了 这个受苦 再转生都给他 他 他就就是一个门 人类生命轮回的门 这个门什么 就是这个三二八 他自己的生辰 就是三二八 你想想啊 管人 管所有活物生死的 这个他自己的生日 大家记住 这是什么含义呢 大家记住啊 三二八 六祖慧能啊 大家说怎么又弄了 六祖慧能来了呢 这六祖慧能 在南华禅寺的这个真身啊 六祖慧能啊 这是这是真身 这个叫 叫 叫是这个 肉身不腐啊 那也是一菩提啊 六祖慧能 这个什么叫什么数啊 六祖慧能就 他这个真身啊 我们看到就 我们刚才看到这个真身 来源于什么 来源于 先天二年 八月初三 又是一个二八三 二八三 六祖于 国恩寺 摘霸 与图众化别 如等好住 无灭度后啊 莫做事情 悲气于泪 受人调问 身足效服 非无弟子 以非正法 就是不要哭 大家不要哭 也不要接受人家吊咽 也不用这个穿着校服 你们这样搞都不是我的弟子 以非正法 就对生命啊 这种轮回啊 这种源界 它是 它不是我们要不要做长情来看 不要不要做长情来看 就这是六祖 六祖那个 你看六祖最后啊 这个最后就说了个什么 说了再说一接啊 约无无不修善 腾腾不造恶 祭祭断剑文 荡荡心无助啊 最后主托把端坐之三经 忽卫门人 约无行已 我走了 就是这个 圆祭了 于时啊 一乡满事啊 白红蜀地 林木变白 勤寿哀鸣 记住这个 这一天 他的日子 先天二年 八月初三 那也是七一公元 七一三年啊 我们要讲 回到圣经来了啊 刚才说佛教啊 就这个又来到圣经来了 圣经这个传道书啊 我刚才之前讲过嘛 我最早的录节目 跟大家讲过了 这关联啊 传道书呢 他也叫什么 也叫召具者言 为什么要不特意把家子 一般一般人不知道这个意思啊 他就是当时 传道啊 就召具大家召在一起 因为那时候集市啊 城镇都是这样的人啊 就是大嗓门啊 一喊 大家凑到一块来 讲道啊 讲通知啊 讲啥事的 他就是这个 这个传道书啊 就是这个召具者 这个人我经常告诉大家 照具者 照具者就是娄素嘛 就是耶稣 就是基督啊 就是弥勒再来 他聚在一起来 听他说法的啊 就是这个呢 就是这一天 在这一篇 这个三章啊 从三章一节 到三章的八节 都是在讲这个 万事万物都有定期 因为这个传道书 大家记得里边很重要 有一个说法叫什么 叫这个日光之下无心事 就啥呀 就是说太阳每天 这么轮回 这么升起 今天发生的事 以前都发生过 今天发生过的事 将来也会再发生 就一种轮回嘛 就是天道这种轮回 这种循环 但是他那个 特意的在第三章啊 第一节就讲了 凡事都有定期 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我一再讲 我都是定数 都是定数 那么时间一些 七啊 叫七数 也叫十数 都叫最后都是定数啊 都是天道轨道啊 原子分子轨道 咋这么旋转 这种复杂的这种 这种力啊 这种自然法则所形成的 所以它叫定数 它叫定 这个定数 就是三二八 为什么 因为它从三章二节开始 开始讲具体的 什么是什么是 什么的定时 最简单的 第一个就圣有 圣有识 私有识 就是这样 这个生命啊 圣有识 私有识 栽种有识 拔出所栽种的有识 杀戮有识 医治有识 拆毁有识 建造有识 哭有识 笑有识 抛制石头有识 堆剧石头有识 记住这个啊 怀抱有识 失落保守舍弃 撕裂缝补 静默言语 喜爱恨恶 征战和好 都是这个世界上相对的 这个相对的 我们为什么讲这个 力啊 一切都是相对的 我们任何事都叫相对的 为什么叫相对呢 大家明白没有 为什么要相对呢 就是说你能理解的 这个世界上的万事万物 都是这样的 因为相对啊 我们可以讲 阴阳图一样 这种旋转 你中有我中有你 这个力啊 就是他能推动这个世界啊 叫循环 叫生生不息啊 叫循环不息 但这个数是多少呢 就是38 具体的数是38 但具体第一个讲 落架就是318 那记住318和38 都他 就我们今天 主要讲这个38 当然最后还要归到38 38和318 必须合 这俩不合 这事就就就就就算虾米啊 哎 讲的这个38啊 又你看 红楼梦第三十七回 记住啊 他一定要他第三十七回啊 秋爽斋 五节海棠社 横武院 夜逆啊 夜拟啊 菊花蹄 这就这一回呢 开篇的这一回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一年贾政又点了学差 责于八月二十日起身 适日拜过宗祠记 贾母起身 保育诸子弟等送至撒泪亭 为什么要这样写呢 八月二十起身 啊 这因为学差啊 再给大家讲一下 就一任三年 一任三年 就就这个意思啊 八月二十起身 任期三年 就是这个八二零三 就是八二零三 也就是八二三 三二八 八就是几个数 搅来搅去 搅来搅去 大家记住 这是红热梦里讲的 也就是三十七回 海棠社 海棠师社 因为海棠师社的会期 正细 他为什么要在这 那放在这一期 就三十七回 他特别含有 给大家讲过三十七度 和一五度呢 意思了没有 就像这个圣诞节 12加25 就是这个三十七啊 在这也是 海棠师社呢 他的会期是十月初二和十月十六 但是在这个红热梦整部书里边 第一次会期 下大雪 大家聚齐了 开这个市 开这个师社 就是十月十六 就是他对应这个八二零三 就跟大家 就说 中国的我给大家讲 原子弹第一次爆炸 是十月 十月十六号 最后一次大气层核实验 也是十月十六号 但是核实验部队 就是八二零三部队 叫核实验部队 他就对这个1016 就像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学差八二零三 然后对那个海棠师社的会期 十月十六 这是佛祖 佛祖的像 金身 佛祖金身 我们叫仗六金身 这个叫佛祖 为什么这个像呢 叫什么 这个外像叫什么 这个像吗 叫什么 叫三十二像 八十种美好 三十二像呢 佛教术语 是转伦圣王与佛的身体 所具足之三十二种外貌特征 三十二像呢 就内心里的 我们叫品质上的八十种好 核称为相好 就是相好 好相 你可以叫相好 这个没问题 在很多小说里 特意的搞这个 把它藏在这个叫相好 就核这个三十二与八十 就是你可以说叫内外 叫内外 品行跟那个外貌 它是内外一致的 内外一致的这种核 就是叫三十二和八十核 也还是那个数 跟大家讲 我这红 为什么 各名著里 大处都会出现 包括中国共产传说 洪水爆发 共工事 给他一再的讲 就为什么要 一定要有这个红字 红字是个符号 就是个符号 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三二零八 就前上期我们也讲过了 唐玄奘 就是他的父亲 在江州 被水贼刘洪给害死了 刘洪害死了 然后他这个玄奘呢 就从江州啊 被抛到江里 漂到金山寺 镇江啊 就一后来就一切 他在那成年 这事就出事 就开始悬杂的 开始履行的人生使命了 就成年了 为什么呢 这有关联 红字拆开 就是三二零八 就这就是红门的符号 这红门 他专门发的个钱 大家从这 大家记住 我们刚才讲那个传道书了 赵具者言 是吧 他从三章一节 第一节到八节 都是在讲这个定时 定时的事 那具体的定时呢 就是从三章二节到 到八节 叫三二八 但是他是 他是从三章一节开始的 他叫三一八 就是所以你看红门 这个标志吧 这个三八二十一 大家记住这边三二零八 这边是三一八 我给大家讲过 左转左转右转 这些关系 天元地方这些关系 就是行和术之间的关系 就天地之间的密码 随护传里 我们家都是从编的 随护传呢 他怎么讲呢 他就天刚地下星啊 天刚三十六 地下七十二 他总排的呢 一般你只知道 你只会一般都会关心啊 总做次是多少 但记住 他还有个星次 因为宋江是天刚星的第一 诸五呢 神机军是诸五啊 是这个地下星的第一 大家看这些数啊 看这些数 做次数和他的星数 明白吧 做次数 宋江是一 天刚星 他也是一 他就是二 诸五呢 做次三十七 地下星的第一 他是三十八 数着加呢 两个人的这个天刚地下星 俩俩俩俩头的 他这个做次数相加三十八 星数相加二 他紧跟着下边就有个镇三山 黄信 所以他排名 排名就排名就第三十八 就看吧 紧跟着诸五之后 排名就第三十八 他是地下星的第二 又是个三 镇三山 什么叫镇三山呢 镇三山他还明白镇山啊 就是景山 三呢 大家给大家讲过 三就是 就指的参数啊 就身锈啊 就是利弗座 利弗座那个腰带 所以他后边叫什么 叫黄信 黄是什么意思呢 黄为中啊 就说这个 我们叫这个中央物极土啊 就黄色的 但也代表皇帝 他就其实就是这么讲 就是皇帝的信 就是个数 所以特意的排了一个镇三山黄信 就是等于对应这个 天罡地下星 这个为首的两个人 相加这个三八二这个数 大家就明白 金陵护官服 之前讲过了吧 金陵护官服啊 就是他这 一般一般都知道 这个这四句话 假不假 白为堂基督马 这四句话 但是呢 在支批本啊 我所以给大家讲 批本批书的人 也是作者 也是写书的 他们是一伙人啊 是一伙的 所以没有什么 几乎都没有什么先后之说啊 所以你看这个支批就特意讲了 就是宁国 荣国 这个这些四大家族之后啊 他一家一家族一复一共分多少房 然后呢 有有的在在在都外啊 有的在原籍啊 有的在等于在都中啊 有的在原籍 等于等于几种分法 几种分法 这个这个数呢 我们就可能不在这细讲 但我现在看第二个 这个比较直接 他怎么个分法呢 就假家 跟那个总房数啊 总房数啊 第一个他总房数 总房数假十是38 王轩是20 然后按这个 在老家的 跟这个莱都中的 又这样分 又是2038 这就护官福啊 护官福前面有讲过 他的含义 给大家讲过 他的含义就是 锁定经纬啊 37和115 锁定这个经纬 然后呢 又锁定这个 这有按防数来锁 又是这个意思 这就是秘密啊 这就是秘密 跟我们刚才看到的 这个什么 这个谷歌公司的 这个太空船一号 这个弦号 跟他是密切相关 你看到这个就知道 这个世界背后 有没有秘密了啊 很多朋友 不愿意接受这个 阴谋论啊 什么秘密论 老是觉得 因为你看不见啊 你看不见就不愿意信 我呢 就告诉大家 给大家每一个人 都有识别秘密的 给你一副眼镜 这个眼镜呢 就看透这个迷雾 看透外衣 能看到内里去 看到这些东西 就是说 我们再另外再讲 耶稣自己预言啊 就是这个 耶稣临救育之前啊 就是他预言要走了嘛 大家问他 徒弟问他 你什么时候来 就人子再来 再来的日子 就是马太福音的24章啊 第三 又记住 37节 就是人子说 这个耶稣怎么说 挪亚的日子怎么样 人子降临也要怎么样 第三十八节 就说到红 立刻就提到洪水 到洪水以前的日子 人照常吃喝假去 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一日 在洪水之前呢 我们就又又又又回到 这个回忆 大家回忆一下 就关于615的那个数嘛 就节生神 刚刚说蔡经 是6月15的生日 我跟你说 这个金眼平的生日 并且615什么 6月创世纪呢 6章15节 上帝跟人约定 方舟的那个尺寸 那个数字 那个数方舟就是约定 就是上帝跟人约的数字 这个数字呢 跟你进方舟 获得拯救那一天 有关 所以他这个 挪亚的日子怎么样 人子降临也要怎么样 就提到 进方舟的那一日 就进方舟那日 就对应这个711 就华盛顿的这个代号 也是耿旭 但路加福音的十七章 怎么讲 就是说 挪亚的日子怎么样 人子的日子也要怎么样 那时候的人 又吃又喝 又娶又嫁 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 洪水就来 把他们全都灭了 又好像罗德的日子 人人又吃又喝 又买又卖 又耕种又盖造 到罗德出索德马那日 就火与硫磺 从天上架来 把他们全都灭了 人子显现的日子 也要这样 就是人子再来的日子 就是挪亚和罗德的日子 但是你都 一般都想到是 这个挪亚日子 发生了什么 一个是洪水 一次是这个 你可以说是核爆炸一样 就是天上架下火来 把这个烧了 就是末日的那个景象 但是告诉你 这个都是特意的 有特定的含义 我们今天呢 当然就是 挪亚日子 方舟日子 大家就讲过了嘛 它涉及到方舟的尺寸 和近方舟那一日 二月十七号那一天 它对应什么 它就准确的指出来那一日 但罗德也是 罗德也是 我们今天就 那是另外一条项 今天先不说 先把我们 先给大家看点 稀罕的东西 挪亚和罗德 这两个名字 就像我们讲过基督教 就是基督 基督那个树 那个树就是七七四一 就是耶稣的这个家谱 那个代数 但是挪亚 大家看挪亚 这个每个字母 对应一个字母表 它的一个顺序 这就是解码的钥匙 你看 它的一个它的值 顺序数就是它的值 它的值呢 就是三十八 但是每个数呢 对应一个我们讲过 你再讲叫核数 叫众核数 就是一加四等于五 十五这组数呢 是六 一就是一 八就是八 多少是二十 二零三八出来没有 然后罗德 最有意思的 罗德 就是什么 它非明显对应什么 一二一五和二零 就是LOT 这三个字母 它的顺序数 一二一五二零 等多少等于四十七 然后它的众核数 是十一 大家看 大家想到那个 习近平的那个 给大家演示那个 他军改那个 翻号没有 从七十一到八十三 他最后 就是两组数 合起它的值和它的核数 合在一起 就是一一四七 就是一一四七 在这呢 我们在这才回到了 我们刚才这个节目 第一个图片 给大家看的 太空船一号的 谷歌公司总部的 它的这个秘密的符号 它的含义 第一个 这个弦号 有数字和字母组成 数字就是三十八 都明确大家记住 三十八 就相当于前面这个三 三八二零 又没有这个零 就这个零不显 三十八 它的字母呢 大家看没有字母 N和KF N和KF是什么呢 N是十四 然后K和F呢 K和F是 K是十一 在这我少写了一个一 K是十一 F是第六 这是什么 十一加六是多少呢 十七 就是这 它的字母呢 组成 1417相对 1417相对 就1147 它的数字呢 就是三十八 大家看 在这 这我停留几秒 大家看一看 就是这个耶稣所说的 人子再来的日子 是挪亚的日子 和罗德的日子 为什么 它的含义是什么 为什么这太空船 这个一号 从天 升上天空 升上太空 又从太空 又下降 又可以重复使用 是什么意思呢 就轮回 再次降临的意思 大家一定要搞明白 搞明这些数 搞明这些数 它这些数都出来了 三二八和 1147 都出来了 这就是它的秘密 什么叫秘密 这就叫秘密 就放在你眼皮的下边 你都搞不明白 一般一看圣经说 人子再来的日子 谁都不知道 但是他又告诉你 他那日子来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 以前发生过什么事 再次还要再发生 那就是标志事件 那个事件本身 是有日子的 大家记录知道吧 这个天下万事万物 他讲过都有 都有时 都有定时 就数字呢 会对应那个事件 对应那个日子 就这就是这个预言的含义 预言的含义 从这儿 大家看对照的 就一目了然 我们再往下讲 1147和2038 到底什么意思 为什么老老搞这个1147 和2037 习近平搞这个1147 什么意思 大家看啊 这就是他解码的钥匙 解码钥匙 我们要知道 你想我们想说到这个 你想说 不是题外话 就是权杖 你知道有的人关心 这个纳粹的第三帝国史 他就说 希特勒 给他的将军元帅 做的元帅杖 这个元帅杖来源于什么呢 就叫权杖 我们叫权杖 叫西班牙马德里 城市的雕塑 就是那个丰收女神 坐着两头狮子 拉着车 手里一个手 一个手拿钥匙 一个手拿着权杖 这个权杖 我已经告诉我 但这个权杖呢 就是这个猎狐座 手里拿着一个棒子 这叫权杖的 最根本的由来 神赐给人的这个权杖 就是权力 但是呢 权杖为什么跟数字有关呢 我给大家讲 就是他有个结马的方式 就古罗马呀 他那个传令的时候 他也要讲究密码 他那个字母写的信 传令 传令兵 就传令 你不能半路 传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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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解了 怎么办 他们就怎么 他们就出发的时候 他给那个部队啊 他两个 等于说给他一个权杖 就一个木棒 这个木棒呢 就是这个 他的直径和他的长度 是固定的 但是呢 等到写灭令的这个人呢 他按那个 他那个布条啊 那个布条呢 围着这个棒子 缠固定的圈数正好 然后呢 他就把这个信啊 军令啊 就写到上边 写到上边 但是等到写好以后 把布条拿掉 把这个这个 这个木棒的抽出来 然后呢 螺旋式的 这个这个字母呢 就拼不在一块了 就错乱了 大家明白 可以想一下 错乱了 但拿着你拿这个 错乱的这个 这些这布条呢 给这个送到前线啊 给了这个 前线这个将军 将军拿出他那个权杖来 他他那个木棒 还直径 长度都一样吧 然后你就把布条 按这个 缠好 然后这个准确的顺序 这个字母顺又重现了 就这就这个意思 我们今天给大家看的意思就是 这就是圣经的所讲的 跟神交流啊 祭神 祭神的时候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圣坛 为什么一定要正方 脚上要用花瓣包起来 要整个用金子包起来 因为包个他的树 这就就把这个四个树啊 我们得到这些树 把它放在四个脚上 四个脚上 拿花瓣包起来 用金子包起来的意思 就是他这 他金子什么 金子就是上帝 就是火 就是神 就代表这个 他就在意思 把他包起来 包起来什么 就是这个树 树相加 树相加 每一个脚上 这个数字 你可以说 他就把这两个数 包起来 就是相加的意思 你看这个 1加1等于2 1加4等于5 1加7等于8 4加7等于11 然后这边 2038也是这个意思 同样的加起来 最后得到什么数 是什么呢 都是看到没有 都是25118 25118 28115 28115 为什么大家叫28 就是这个以卫啊 就是以卫年 511 就是误虚 这就是一组密码 25 28和511 以卫和误虚 就是一组密码 在将来 我有一天再给大家讲 那个密码站 是在什么关键地方出现的 大家要明白 1147和2038 说到今天 说到这儿 这种演示 大家看明白 看清楚这个含义啊 这就破解密码 就是这是密码学的 并不太复杂的含义 但是它是真正承载的 就古人 就是这个上帝 给人类的启示 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今天给大家演示的 大家一定要看清楚 因为我这个 做图的技术不行 我不能给你画成一个花瓣 或者做的让大家看得很明白啊 我只是简单的示意 但你要想象出 这怎么回事就行了 这就是大开宗的符号 金钱符号 天元地方的意思 天元地方的意思啊 也就是中间这个叫井 井的含义 哎 二五 既然都指向二五八一一啊 大家看二五八一在哪出现 就在启示录 最后 大聚集的时候 天下 你往天上看 天上啊 先知这个天使说 你要天上看 看什么 看你二十四活物 二十四长老吧 有宝座啊 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 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 我们家什么星星 就是眼睛就是星星啊 就星星 你看一眨眼一眨眼 就是星星 都是星星 那就星座一群恒星在一起一眨一眨的 就是星座啊 第一个活物 你看又 他四张七节 他记住这个数 都是非常四七和四八都叙述这个顺序的时候 他都是相对的 就像习书记里通天河内难 那是第四十七回 四十八四十九回一样 他是通天河内难 所以到第后到这八十一难的时候 最后那一难的时候 又回到通天河 他都有这边次的时候都有含义啊 都一定要记住这个 第一个活物像狮子 就是狮子座 第五 第二活物像牛犊 牛犊就是鸡牛座 第三个脸面像人 他就其实对上对应水瓶座 水瓶座呢 就他一个人 扛这个水瓶子 在倒水 就是天河银河的水的来源 第四个像飞鹰 第四个像飞鹰 飞鹰是谁呢 飞鹰的大家一般也不知道 飞鹰就是天蝎座 因为天蝎座之前的标志啊 他是鹰的一对鹰的翅膀 一对鹰的翅膀 一对鹰的翅膀就是天蝎座 天蝎座十二星座里唯一的一个 他有他之前有鹰的翅膀 就是凤凰 然后呢 他的象征物又可以说是一条蛇 是蛇 他也是蝎子 他有三种 三种的这十二星座物 只有他 他有三种象征 就之前就是鹰 他的标志就是一对鹰的翅膀 这个鹰和蝎子 所以他加一起就是天蝎 就是然后看第四和五 各有六个翅膀 他为什么强调四六啊 我们讲了就是说 节生辰纲 一定要在六月初四这一天 在115度节了生辰纲 这115度呢 这个四和六有什么含义呢 四六有含义呢 今天不说给大家留点小悬念 我将有一天啊 会告诉大家四和六 六和四是什么含义 为什么说六四 中国在六四发生 中国历史 现在史上可以说我们今天 中共他的命 必亡的命运 也是六四那天 注定的 六四有什么含义 这个所以说这个数 会给所有的 就是历史的转折 完全可以数学推演出来 就因为这个 这就是什么 这个意思啊 就是三春之门了 回答大家 但今天就能够能理解 什么叫三春之门了 三春之门就是这个 对应这个十二宫 对应这个 对应这些 这些星的角度 黄道 白道 地球 地月日 然后十二宫 这些关系 然后和季节 日期最关系 这个我们整个世界 我们整个所有文明的基础 最核心的东西 就是这个图 大家明白吗 就是这个图 这个没有跟任何迷信都没有关系 它是一切文明 我们人类 今天的所有文明的源头 这个启示 没有任何人可以掩盖它 也就是 但是也是我们的祖师 把我们眼前这个高山偷走了 就是这个东西 你 把它包装起来 然后三春之门 就是这个 看着就是这个 就是意思了吗 就十二 十二宫 十二耶稣 十二门徒 分成三组 三乘四 等于十二 所以美国总统就职 在此之前 都是三月四号就职 美国第一个 华人的第一次就职的是 就是这个 四月三十号 也是三十四 在他之后呢 一百多年 都是三月四号就职 就是三四十二宫 分十二 十二支 分成三组 四个一组 四个组成一个门 中间这个门 就是刚才那个25811 就这个门 但25811 这什么意思呢 还是那个规律 今天给大家演示 往下看 大家看明白没有 就是25811 按圣经里的叙述方式 圣经里讲到的 就是先从 52118 按这个顺序来的 我们把它分成两组 然后布成这个 布成一个弹 这叫一个弹 大家记住没有 这个弹 然后转的圈相加 就是那个圆 什么还出来什么数呢 197和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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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继续往下 再下演示 197和1016 跟大家讲过没有 大家可能圆只是 嘴上说 大家可能想象不到 就按 他前面设在值 后边设在核数 我们把它转换 因为一转核数 他就转换出来了 转的核数 他的核数就是107和17 107和17 就是197 1016 他的核重核数 就是107和17 然后呢 还再组成一个弹 再加 是出来多少了 1114和817 1114和817 就114跟刚才1016 刚才这个197这边这个817相对 咱们再往下看啊 2012年11月14日 18大闭幕 习近平进入新一届中央委员会 这是他政治生命的 是真正在这一天决定的 在这一天决定的 11月14号 记住啊 然后11月29号 上台几天呢 上台有多少天 没多少天 干什么 率领常委参观复兴之路 在国家博物馆 复兴之路的陈列展 首次阐述中国梦 这为什么在这一天呢 这天是阴历的 我们叫农历的10月16 这叫隐含的 这梦背后的东西 为什么在这一天 在国家博物馆 国家博物馆知道什么东西 那叫陈列 都是一种井 国家博物馆 那叫大井 国家之井 国家的井 就是星光 就是天道 习近平在这一天 搞出一个什么 搞出一个中国梦 就10月16 大家看 那 我们再回答 刚才那个军改的问题 军改那个番号 很多人还是不明白 为什么你讲的这个 有说讲太复杂了 怎么不好理解 那今天给大家 给大家讲一下 什么含义 这是什么含义 就是一个 一个中国 一个最高的执政者 决定 他其实决定了 我们说说 14亿人的这个 生命 他的福祉 就是就是 基于一身 他 他依据什么 来规划 他的执政 这个道 他这个 他的路怎么走 所以你要不了解 这些东西 就是永远还是在 活在那个 混在那个迷糊中 什么就觉得 从过一些表象上 看东西 那你怎么能知道 怎么能 怎么 我们再说白 我们要 就说 推翻中国 我们怎么推翻中国 你连他的真正的 执政的这个道路 他的决策逻辑 都不知道 是吧 他不知道 你怎么对付他 你怎么推翻他 就是习近平 他做的这个 只是一个最简单的 就这一个 他其实做 其实 说说句这个 可能有的人更不愿意信了 我告诉你 习近平 他用谁 他比方说 为什么要李克强当总理 他基本上很讨厌李克强 李克强也没什么能力 他把李克强按在这个位置上 为什么 包括为什么要选这个 搭这个常委班子 他为什么选兵 怎么选兵 怎么选将 大家知道 中共啊 你想习近平 尤其习近平 他这个执政经历 他没有太多的 他没有培训太多的人 没有培养太多的人 就共产党体系的 也不允许在党内 你培养太多 因为你老是掉来掉去 你也不可能培养太多的人 但是你突然 接下了这么大摊子事 你怎么用人 尤其你要用其他人 用神问书记 可能不算什么太要命的事 你看用这个军队 这个枪杆子 这些兵和将 尤其这些将 我们就这些军头 你怎么选 你怎么保证他对你忠诚 如果你完全就好 你就靠你给他好处 那别人可能给他更大的好处 话说回来 他觉得 老子手里有枪 我把你搞下去 老子坐那个位置上 不需要你给我好处 你没有这么多好处给他 这时候你怎么选这个人 你怎么保证他对你忠诚 就这个含义 平时都不算 因为一件事了怎么办 他会 他那个枪 到底是来保你命的 还是来杀你的 怎么保证这个人的忠诚 这个时候告诉你 为什么要讲说 要按这个树来选 按天道之术来选 就是因为这个道理 按天道之术来选 然后呢 就这样 你就告诉他 这个人 你们俩之间的联系 就是我们说 上级下级 比方君臣之间的联系 是天命的联系 各个各的使命 我选你 是因为你这个天 你比方 你就是将军星 你就干你的事 然后我就像新鸣讲 我就是天子相 天命在身 那他们俩之间的关系 就不再是一般的 超出了一般的 比方说 你给点好处啊 什么 怎么说上去美颜啊 大家想一想 在那个位置上 什么好处 能起到这么大的作用 是吧 这个这种 这种他们之间的联系 我今天给大家 说的已经算是 已经比较 比较透彻了 就是中共 他的这个执掌思想 比方刚才说到 在关键岗位 对军队的这种军头 这将领们的 守卧重兵的这些将领 他们之间到底是 怎么样一个联系 他怎么保证 这个人的忠诚 如果你不按 这些天道的数 不按这些天命的数 其他东西 都是不靠谱的 都是不靠谱的 那更别说 在话说的 情报机构 秘密机构 情报机构和秘密机构 他本身就 就是不管 中国全世界监督 这种情报机构 这种秘密特工 他都是一个难题 尤其这些人 他生活在秘密中 他带着面具生活 他怎么控 怎么保证他的忠诚 怎么保证 他能 别甭说这个中国了 美国不是这样吗 是吧 都是这个样子 但你怎么控制他 因为他 他本身就是秘密活动的 你不可能 玩你任何方式 其实你都没法去监督他 怎么办 他手里 你想用一下秘密活动 这个人 他手里那个权力 他是另外一种权力 那种致命的权力 致命的能力 尤其致命的能力 你怎么保证他 保证他 他跟你大家 跟你说吧 跟你跟你领导 跟那个签下的人啊 保持一致 靠什么 都是最后都要靠这个 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 都一样 大家都只是习惯了 看表面上的东西 但其实 任何的像这样大的这个国 这个大的这个 我们叫中国这么大的 这个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摊子 又并且中共又 又是一种高危运行的 这种体制 他怎么来运转 怎么来运转 其实就是这些东西 就是这些东西 我们特意讲到的 就是习近平 就是关于在镇江 这次为什么说 它是个转折点 就说习近平 你以为习近平不知道吗 我给大家做这个判定啊 就现在近期会有其他 产生其他 这个镇江事件呢 会引发 在不在镇江 在其他地方 引发更大的事件 它其实等于叫一个 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一样 它给很多人决策 提供了一种压力 等于逼迫 他就必须要决策 为什么 这个标志点出现了 什么讲 就预言中的 这个事出现了 一而再再是三的出现了 从断窑到卡窑 到这个什么 到这个镇江 一系列的标志性的事件 都出现了 这出现就是意味着 意味着下一部的剧本 怎么唱 怎么搞 很多人就 那就明白 那就知道了 有人说你习近平 你说这些东西 那习近平按天道 那天道到底是什么 那天道就是要搞民主 那习近平是要搞民主的吗 错了 不要这样想 很简单道理 就是说这个同样 这个天术 这个天道 他就像说 说白讲 你用它来干什么 那出于你自己本人的 你的精力所塑造的你 这个天术本身 他大约都谁知道 只向 比方说只向民主 只向什么 但是呢 对习近平来讲 他可能有另外的 他就另外的解读 我是民主 我给你 我为你做主 比方说 我要把这个世界重新按我的想法 把它加工起来 加工出来 我在这监护你们 我在监护你们 我保持最高的权力 这是这是一个版本 还有一个版本怎么讲 这个天道 这个天术 因为什么呀 因为他不是说写到日记本上 今天你干什么 明天你干什么 后天你干什么 他往往都是什么 都是密语 都是一种密语 他都是一种 就是误道的层次 其实确实有很大的差别 有的对习近平来讲 他心话想 是将来有一天 中国可能是搞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 我又可以像蒋经国一样 一直到老 自己身体就不行了 到生命的中国阶段 中国阶段 蒋经国才把手里的权力 在压力下交出来的 对习近平来讲 何尝又不是这个样子呢 那我执政他20年证 再说 20年在历史长河中 就那么短短的一顺 是不是这个道理 我为什么现在要把这个圈 我今年要把全力交出来呢 他不一定这样 不一定这样想 也就是说同样的这个东西 它就是一个武器 我们老百姓搞清楚这些东西了 想明白了 我们有按我们的剧本来 每个人我们这些数 为我们老百姓所用 他其实就是末世的时候 上帝给人的 叫风神演义的讲 那个毒丹 这个毒丹 什么叫毒丹呢 就是有权力的人 这个红军老祖 给这个 给这个这个通天教主 给老子 给这原始天尊 给他们吃的这个毒丹 那就是啥意思呢 这个丹不是万里长生的 有一天干什么用啊 有一天你们要在起了这个 起了这个身伤 就是你们在不按剧本 说白讲 不按剧本来 那就毒发生死 但这个毒 这个毒它怎么毒发生死呢 他那个丹 对老百姓来讲 就是长生的丹 为什么要讲长生的 因为老百姓之前不知道 但这个秘密揭开 所有人都知道了 都知道你习近平 你所有的人 大概都是平等的 没有一个人多长 说白 比别人多长一个脑袋 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天命 谁一定要当主席 要当天命 永远当多少年 甚至传至于万代 传至于子孙 没有的 大家从最高的 这个所谓的最高 站在最高位置的人 到最低层 最低层的人 大家都一样 彻底的一样 彻底的一样 也就是说 人子再来之后 把这个单 就是一组数字密码 把它解开 人子倒成肉身 人子就是钥匙 这个钥匙就是天道 人子本身就是天道 他来干什么用呢 他不是说 我们所有的宗教 几千年来 创造一个 预言一个最最厉害的人 最高的王 所以我一般理解一下 万王之王 什么万主之主 他最英明 他是最伟大 最有权力的人 很多 我就知道很多人 为此心生向往 老是觉得自己 我就是那个人 我就是那个人 就是好 但你想一想 你就那个人的时候 你是想当 你那人干什么 你对他的 那个人 什么 是这么让你 这么这么 这么激动 我看保证 很多人想的是 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老子挂上一点 老子就是那个人 那绝对的 那是 绝对的 那是通天彻地 最高的人 还是奔成那个去的 你要奔成那个去 你要这 你这种 你所谓的什么 你是 你是那个主 是不是那个基督 那基本上就啥逼 那基本上 是非常非常弱智的那种人 才会有这种想法 你要朝这个方向走 那绝对就非常惨 死路一条 就是说人子再来 基督再来 他就是一把钥匙 他就是个石头 他来证明 他就是一个印信 一个皇帝的玉玺 给所有人 他来证明 证明 所有人都是基督 所有人都是弥勒 然后呢 他给所有人印信 给所有人权利 他是干这个来的 他就是一个证明 但你千万不要把它理解成 看来他有的 还有另外一种想法 他错误相反 就是他来 我们念祈祷 祈祷 等他来了以后 他来消灭这些撒旦 然后带着我们得长生 给我们长生 我就祈祷就行了 那你也错了 你也错了 为什么 因为你坐在这不动 你醒了 天上掉下一个神来 把什么事都给你处理清楚楚 都处理高兴兴的 然后就让你去 就让你去想说那些东西去 天下有这样的好事吗 天下有这样的好事的话 轮得着你吗 就这个道理啊 就所谓会为什么叫西方 郭文医会 他说他这个金子塔 叫未完成金子塔 大家一直在寻找 叫点金石 什么叫点金石 叫贤者之石 那个点金石 什么意思呢 他就把所有的土科了 尘土都化为黄金 黄金是什么 那圣经是什么神啊 黄金 神子啊 神啊 他叫金金啊 他是黄金啊 把所有人都成黄金 那什么含义呢 就叫佛教 叫净土宗的 叫叫叫叫 西方极乐世界啊 黄金铺地啊 金砖铺地 那什么含义呢 遍地黄金 什么含义呢 意思就是所有人都是金子 所有人都是神 大家都站这个层次了 耶稣 人子 基督 再来 是干这个用的 所以 你说习近平 我们讲这些东西 习近平 甭说习近平 不可能不明白 不知道这个数 就是中共历届再往前推到清代 再往前推到明到宋到唐到汉 那些有作为的有作为的君主 甚至没作为的君主 都知道这个东西 都知道这个东西 我到美国来以后 我接触了形形色色的各领域上的人 都知道这个东西 都知道这个东西 但是问题问题就是说 有的人能说 有的人不能说 我呢 我不怕 我也能说 因为我有这个使命 他会带来什么 那不是我考虑的 他带来的就是让我去 像耶稣一样 再次重钉石子架 那也没办法 那就去 但是呢 耶稣重钉石子架 不是真正的一个象征 把人钉死在石子架上 那是一个经为锁定的象征 但是就对任何一个人来讲 我所讲的 昨天讲的这个石头啊 关系涅槃的 成佛 这个修道 这些资质问题啊 什么这个遗产题 能不能成佛呀 顿悟啊 讲这么多 最后 其实为什么都都依赖于一个石头 就是这个人子在林 人子在林提供这种坚定的这种证明 这坚定证明 证明 所有人都是神 都是王 都是主 然后他本身就是一个契约 这个契约你不是跟人子定的 你不是跟某一个人定的 你是跟神 跟自然界的法则定的 跟最高的这个天道定定立这个契约 所有人加入的这个契约里 这个世界 才能实现我们所追求的 我们所设想的那样长生安乐 就安乐到 永远的长生和安乐 消灭这个世界上一切的这个专制 一切的不公 一切的不义 一切的不仁 一切的罪恶 所以 我这么这么多天 当然有朋友下过去 你为什么不就不说 不说着那句话来 你就不说着这个结论来 你就老是在绕弯 没办法 我一定 一定要把这个道理讲明白 否则大家不知道是什么 你不知道道是什么 你不知道什么是道 不知道什么是道 那我告诉你 你还是没用 你还是不知道 甚至到最后 其实到最后的结局 就是所有的东西证明 都给你摆在这 都把秘密 所有秘密都揭开 都摆在这 还有一大部分人不相信 他不是不相信 他只是放不下 习惯放不下 惯性秉性 要不就奴性 深入骨髓 要不就是 要不就是什么那种 奴隶主的那种 那样的这个梦 进染的这个骨髓里 要立什么放不下 就像红楼梦唱 好鸟歌一样 世事人都到神仙好 什么金银财宝忘不了 什么这个忘 那个忘不了 所以这个世界上 百分八九十的人 八十多的人 最后还是不误 那不误 今天我给大家 还真不是吓唬大家 因为他就是 实际很快就要发生的事 这些都要被灭掉 都要被灭掉 灭掉 这次这次灭掉 不再有轮回 你不要想着 将来还可以再重生回来 别想了 人就是一组密码 就是一组数字 就是就是一个 就是一段音乐 音乐 一段波 知道吧 震动那个波 这个波把它消生了 彻底的灭了 灭了之后不再轮回 不再轮回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 相信这个道德 相信这个契约的人 能在新世界里生活 才能实现上帝造人 这个文贵自然法则 跟自然界之间 这个契约 上帝给地球上所有的活物 定立这个契约 否则 留到这些将信将疑 不愿意信的 还还想在新世界里 还想称王称霸的 那些人 可能吗 大家想想可能吗 我们这个人类 说渺小 那简直渺小的像尘土一样 在这个自然 强大的自然法则年 什么叫躺壁打车 这叫躺壁打车 时间可能今天又够久了 好 今天打住啊 打住 大家可能把这些 我今天讲的这些东西 可能翻过来看一看 又不是多么复杂 不是多么复杂